我们的挑战今天我们的职业是吸引者 他是个中立职业能够窃取鸡腿的职业 并且能够追踪鸡腿 被窃取的人如果之前是船员呢 他就会转变成没有职业的白板船员 如果被窃取的是内鬼 他就会变成白板内鬼 中立职业呢就会变成幸存者 简而言之呢就是我们窃取了谁的职业 谁就会变成白板职业 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看运气 不是我们想挑职业就能挑到的 闪光弹光后呢有两个鸡腿出现 一个在库房一个在右边 时间制度回溯时间了 好报告了我就知道来不及过去啊 史蒂夫和木头被刀了 粉皮怪报告的 刀我被勒索了 他们说管理师被刀了一个 仓库也有一个 粉皮怪说刀我站在鸡腿上 刀我现在是被禁言了说不了话呀 前面觉得刀我说不定是被时间给复活的 安庆瑜说他是撤血师给我们发精髓 你这判断的没什么用处呀 他们让刀我单独出一个人 不过有人怕刀我是小丑自己票自己疏通 这概率就比较小了吧 好刀我投的是戴圣人 真一票否定权啊 看一下戴圣人是什么职业 诶还真投对了 难道有一次顺利出的内鬼啊 但凡他弃票了就可以多活一轮 仓库有个管道 这把应该有个内鬼是管道弓 感觉这局的内鬼不太行啊 上来就被出了一个 我觉得这把如果我们能摸到鸡腿呢 大概类是个船员 和船员一起获胜也挺好的 好刀我拍灯了 上轮他被禁言了 他拍灯了 肯定有什么想说的话呀 他说粉皮怪是管道弓 他上来就看到粉皮怪脚下有个管道 然后就被带上来给禁言了 就在餐库门口 粉皮怪便捷说他是管道弓 为什么不双刀他 查了说他要试试粉皮怪 他是侠客 也就是好赌啊 那赌了试试吧 哇粉皮怪还真被赌了 就剩一个内鬼了 这把内鬼烂完了 别死到最后我们一个鸡腿也找不到 那我们岂不是要输了 c者的身份留到最后呢 应该是会输的 看来呢 我们不能太猥琐了 要多转一转 赶紧抢个身份回来吧 我们跟着安清渔 看他去不去配电视呀 坏了 子弹B放了闪光弹 凭感觉往里面走一走啊 躲在电箱的角落里比较安全 有人被刀在了反应堆 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 哎呀 还是太远了 查拉被刀了 他是侠客 我们看一下霸道怎么说呀 他说是小金 青石桌承岸往下走也闪了 乐师说他给我们盾了 他可能是法医呀 但是刚刚我们没有看到盾 开会后我们再看一下 青石说 陈岸和小金往下走都闪了 这俩出一个 我说不确定先弃票吧 没必要强出 这盾还不知道是小手还是处刑者 以防万一呢 还是弃票吧 你们把内鬼都出了 我还怎么赢呢 不得给自己找个出路吗 我们身上果然有个护盾 还挺好的 这么快就报告了 小金好像没了 不会还有警长吧 看样子应该是执法的 安清鱼说 前梦可能是潜伏者 CD也是15秒 内鬼就一个自弹兵了 哪来的潜伏者呀 前梦说他下班要试试安清鱼 这是一个偷身份的好机会呀 不能错过了 我们说等会有人没了 先别报告 让我来 本来我想假装训道者的 结果搅着他是训道者 不管了 先把职业抢过来再说 到时候我们就解释一下 反正内鬼大势一去了 感觉穿越要赢了 已经没有内鬼了 可能要出叛徒了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带刀中立 不错不错 别报告 千万别报告 回一下身份 那我们现在就转变职业了 我们变成了警长 感谢前梦给我们送了一个警长职业 正愁找不到鸡腿呢 我来帮你继续执法好吧 安清鱼说 刀塌了 他是撤写师 脚子是训道 他俩是好链子 他说我们是警长 看来他看出我们是失忆者了 曾爱说他是调查员 就是看脚印的相当于侦探呀 但是调查员没有自证 我问一下霸刀是什么 魂来 招魂失识吧 亲史说他出过狼 他觉得是尘埃 那么就出吧 看一下尘埃是什么职业 我们现在可是好人一个 嘎嘎好啊 啊 尘埃他是月下狼人 这怎么还没有结束呢 什么情况 天黑了 我们先去配电修个灯啊 应该是有人变成了叛徒了吧 假装修灯 看一下周围情况 哎 这刀我好像没有修灯啊 他在等我们吗 好家伙 他还跑了 顺带还刀了一个人 他应该变成了叛徒了吧 这该怎么解释呢 乐师过来了 他没有报告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殉刀者 先去修个灯吧 你先别报告 我去找一下 哎 这刀我怎么又回来了 直接执法 他怎么敢的呀 刀完人以后又跑回来了 什么烧操作呀 都说我们是警长啊 看一下职业吧 啊 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大家报的职业都是对的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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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